我們的國運 青年國運在塔羅後 各方面來講會是怎麼樣 其實剛前面余將軍講這個 桃園的這個警符宮 我覺得好親切 因為我以前也住在桃園 所以是常去警符宮這邊 對他真的是一個 香火很旺的一個地方 好那當然我們講說 如果從西洋的神命學來看的話呢 我們先講流年的塔羅牌 你看今年是2024年 這四個數字加起來等於8對不對 那所以對應的塔羅牌呢 我們直接可以對應到這一張 我們所謂的力量牌 好力量牌 好那如果先從這一張牌來解讀 今年的一個整體運勢的話呢 其實很像前面這個 義善委員講的 今年很多事情 會翻閱到一個新的篇章 你會發覺哦 不管是政治人物 政治界 或是你自己很生活層面 可能工作啦 感情啦 很多的經營 都會有一個新的篇章的開始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也很像剛才正好講的 他是考驗我們一個人 是不是很玻璃心的時刻 為什麼你看像這個圖啊 所示好了 有時候我們需要迎難而上 嗯 就說確實這張牌出現的時候 你是大有可為哦 你看這張牌的這個顏色 是非常的明亮 充滿希望 可是呢牌中有一個獅子 有沒有看到 有 好一個女生去撫摸這個獅子 你要勇敢去挑戰你自己內心 當中你會害怕的領域 其實像我剛剛講的嘛 很多現在網路的經營 你覺得啊這個留言 好殘酷好直接對不對 對我真的我沒辦法接受別人這樣批評我 可是你就得去迎難而上 以有能夠做到 今年你會大有可為 再來就是今年我們可以預期 很多像我們講 現在當紅的就是抖音對不對 好像大家都搶這塊市場 但今年會有很多新型態的 網路經營模式出現 好可能這種網紅 你會有一些新的網紅崛起 這也是今年可以期待的 再來就是呼應這張牌的話 今年有些知名人士要比較注意哦 可能會有一些我們過去隱藏起來的秘密 或者是你覺得不太光彩 不太名譽的事情會曝光 好這個可能 聽好 可能就是要比較謹慎一點 這個就要曝光過了 對那就好那就沒事了 那就沒事了 再來就是今年呢 其實我們也說 就是說會有一些我們講說 就派系的一些利益分配好了 我們這樣講 一些資源的議題怎麼去大家可以在最有限的情況下 得到最大的資源 其實這個之間的競爭鬥爭 不管檯面上檯面下都會非常的火熱 這是從塔羅牌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趨勢的 ok 對 好那如果說像 如果從星象的變化來看的話 今年我也會想跟大家分享 幾個值得關注的時間點 首先四月 因為四月初呢 我們會遇到大家最關注的 今年第一次的水膩 好現在很多人討論水星逆行嘛 四月兒呢 就是水星會在這個牡羊座逆行 而且一逆行隔幾天 就會遇到牡羊座的日時 這兩個星象結合起來呢 我希望大家要注意什麼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可能是股會式的變動 會是比較激烈的 好大家一聽不要覺得啊 那怎麼辦 這個一定是很不好的 其實不一定 我覺得如果你投資理財方面 不是那麼擅長 我們就保守為之 可是一定也會有很多高手 他會抓到很多你知道可以制勝 可以翻身的時間點的 但是這段時間的整個股會式 就是會比較這個激烈變化 另外一個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這種個人的一些隱私秘密 可能會在這段時間 這個檯面上就浮出來了 這是第一個我們可以去關注的時間點 好第二個時間點呢 我們說在五月份 因為五月份 所以我們會遇到流年的冥王星逆行 還有這個沐星呢 很開心的進入了雙子座 受到這樣子的一個行星變化的一個影響呢 可能比較需要去關注的 台海之間的關係 可能會有那麼一點點微妙的緊張 五月份 剛好五二里呢 就是鄧靜德到底要發表 發表國際資本期區 對剛好從 因為這很呼應天象 剛好從這個時間開始的 對 但是我覺得這邊只是一個緊張 大家不用過度的擔心 可能就是應該不至於到擦槍走火的階段 只是說可能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緊張 會不會也影響到我們很多的這種 你說企業的一些營運啦 或者是一些你知道 因為很多經濟層面的 如果只要一個緊張的時候 很多的這種環環相扣 可能大家都會先要有個心理準備的 這是第二個時間點 我覺得可以關注一下 再來就是呢 六月底 六月底到七月初呢 我們說因為土星開始逆行 加上呢這個海王星也是逆行 這段時間剛好又是夏天嘛 常常會有些氣候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真的就是那種 可能我們講各種天災的部分 大家也要多多去留意一下 特別是呢 這種我覺得今年缺水 或者是雨水過多 造成一些地方的淹水的情況 可能都會比較頻繁 那地震的方面的話 可能當然也是很有可能的 這個要預防一下 所以我覺得那你說那天災 我們能做什麼 我覺得至少比方說我們自己 我常常建議 我們自己家裡面的一些電器啦 或者是家具什麼的這種擺設 可能可以去多多的檢查一下的 好 那還有最後呢 就是說今年另外一個就是9月 9月初開始 這個也是天王星逆行 加上明王星逆行進入摩羯座 我覺得對岸的一個政治 可能在這個時候 他會有一個比較激烈的變化的 就是大概秋天的時候 好那可是那你說那關我什麼事 可是要小心 因為對岸的一個情勢的緊張 會不會 他就是因為他們內地需要 這個太緊張了 所以需要去移轉注意力 好那我覺得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這邊或是兩岸之間的互動 可能是這段時間 秋天也需要去多多關注的 那整體來說的話 我覺得整個國際的情勢的話呢 其實各國與國之間 或者是你講說人與人之間 其實今年都會看到 很多合作關係破局 包括就是可能你說 這個兩黨啦 之間本來已經快要談好了 好像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做些什麼事情 突然產生 沒有破局今年大概每天都會有 對對對 這個三黨 你說這三黨之間 那個合作聯合 那一定每天破局啊 光那個電話門 前一陣子那個電話門的事情 都搞不清楚 到底誰跟誰要合 就是這樣的故事 會從年頭到年尾 就是你會覺得 這看起來好像這兩個人 就快要談成了 怎麼突然有一個電話 或是什麼出現的 好這是這個 我們就是從年頭會看到年尾 大家就可以這樣子期待了 哦OK 既然講到剛剛那樣 阿芬達 可以讓一川 一年以內 那一川會不會補進立法院 好啊 那要請小五哥 來一川一川 我抽一張哦 我抽一張 緊張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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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選一張 來 然後直接拿給我就好了 謝謝 來我們來揭曉囉 好我們抽到的是這一張聖杯六 好 但他是一個逆位牌 好 這張牌什麼意思呢 意味著其實 執行長貴人非常多 你知道嗎 就是身邊其實很多人 如果當你有這個意願的時候 其實身邊是有很多的人來協助你的 好那但是對但是我們講 確實有那麼一點點 有那麼一點點好事多摩的傾向 那在這邊會建議說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意願 這意願很重要嗎 有這樣意願的話 如果真的有這樣想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你過去的一些 就是不管是長官啦 對 對 對 長官已經動成身腿了 這樣子的話是非常有非常高的機率 因為這是一張非常棒的牌的 這是有蠻高的機率的 只要過去的主管啦 或是那種願意支持的話 你不要再提過去的主管 這郵院長 過去的主管郵院長 對對對 願意支持的話 其實這個機率是很高的 這個非常的祝福 有摩托 這是一年引電 我們當中看一年引電一專 能不能順利補進立法院 還有原資2026 他會不會去選新北市長 好 那要抽一張 那我要去抽嗎 委員過來抽還是我幫你 過來抽會自己抽比較準哦 但是還是我幫你抽 沒關係沒關係 你看看月圓之多 哇很重要很重要 你看他多想啊 一張直接給我就好了 謝謝 出現的是這一張 好 我們講說是這個 民進揭曉 聖杯一一樣 其實 業委員 其實我們要講 他在很多群眾的這種心裡面的這種 印象是非常好的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意願 要這個更上一層樓的話呢 我覺得繼續深耕你現在的所在的這種 我們講說群眾好了 然後大家能夠打從心底的這種 對你有一個這種支持的力量的話 其實機率很高 好 那我覺得這張牌還有一個小小建議是 可能要多勤跑一些 紅白場會 大潮跑機場多啊 你有看節目嗎 推通告 推通告 你有看節目嗎 你怎麼會講出這個 應該在講 節目當然要上 因為上節目的是基本盤 你不要上那麼多 對對對 但是上完節目之餘有空的話 其實還是要多多有機會的話 就是真的是在地的 都有啦 問你正好就好 我服務好不好 你知道 真的讚 那個狗在笑的 你只服務你就好 早上九點寒留還去公寄 這真的厲害 厲害 對啦 選民服務需要多助 這是一定要民眾的感受 是 Amanda這樣講完 這一次今年的國師就是Amanda 因為他幫葉仁芝講了真正的答案 尤其最後面那一句 你的長官也有幫你啦 很準 可是對 宇傳 政治人物對廟 管你是信哪一個宗教的 大概都會逢廟必拜對不對 對就是有拜有保備 有拜有保備 對 如果真的講起來 那像賴慶德 賴慶德在這一次選戰過程 我也看過 媒體上有些報導 連包括其實像你說 他幫蔡北惠在補選啊 或什麼 所有的過程 其實他對這個東西也很在乎 那更不要講 以前阿扁 阿扁那個時候對這個東西 那是超在乎的 對我先講賴慶德 賴慶德剛剛講這個蔡培會補選 這個講廟的事情 我剛好那一次陪他去補選的時候 我整個嚇到 他到那個廟的時候 他竟然有辦法講說這間廟 這間廟不只是城隍 他是都城隍 然後他講說這個這間廟拜的神明 是哪幾尊 現場下面的人沒有很多 大概就是一兩百人 就是很地方的這個廟 那他這個講這個的時候 每一個下面的那些什麼委員 主委 每個人都點頭 每個人都點頭 那後來有一次跟賴主席 這個吃飯 就問他這件事情 他說他其實每一間廟 他要去拜的時候他都已經先看過資料了 他說他以前當立委的時候 他都會先在車上 車上然後聽前面的人演講 因為他當立委 那有一些先講了 所以他下去的時候 他講的絕對跟那個廟講的是一樣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他對這個廟非常的 這一個首席 馬上拉近距離 尤其像這個蔡培會選區南投 很多這個山裡頭 山裡頭這個村莊就是這間廟 所以當你把這間廟 供奉的這個神明講得非常準的時候 會被譬如你的 第二當然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喜歡去拜廟 因為廟是很自然的 大家會往那裡集中的地方 所以我們說廟口 廟口開口 那像賴清德 他自己的故鄉萬里 萬里就招林宮 所有在北海岸選的人 都要去拜那間廟 那對賴清德來說 他也是過年必拜的廟 像明天大年初一開始 他就一連串的拜廟行程 那很多政治人物大年初一 也都會到這個廟裡頭去拜拜 發紅包 那賴清德第二個 他最在乎的就是台南的天公廟 叫做天壇 天壇 那天公廟也是他上次參加 這個立委初選 選舉的時候 從開始到結束 他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都有他 他覺得他一定要去拜 那賴清德除了拜廟 譬如說將軍 葉延之也都去拜過廟 我們去拜廟之前 有時候都先送一盆花去 那那個我們去的時候 就看到我們的名字 賴清德他不只送花 花當然是在地人會幫他準備 他送了這個東西 這個八仙材 你說這八仙材 沒有什麼特別 對不對 可是他在這邊就寫上賴清德跟蔡培惠 那這邊就寫國泰民安的這些文字 這個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前面 這個貢桌的下面 當作桌的裙子 所以以後每個去拜拜的 這一間公廟 都看到這個是賴清德送 因為有時候是我們 比如說我們的總統 已經掛在上面了 那個匾 那個歷任的總統 那你現在當副總統 你已經掛一個匾 有時候也是怪怪的 所以他就用這個方式 然後他去拜的每一間廟 他通通送這個 那這個就是他的一個這個習慣 那我們的南部 尤其靠海 有很多就是點住 點住就是喪禮的時候 喪禮的時候叫一個人負責 練一些這個紀文 然後要去點這個家屬 就是說家屬就跪在那裡 然後這個這個要拿一支 這個紅色的筆 就這樣這樣練一些文 文就這樣筆 通常我們去做點住 通常是官員才能去點住 那點的時候 我們不會唸 通常旁邊有一個人在唸 因為那個很複雜 我們不會唸 可是賴清德 他去上次點住 官的時候 他自己唸那個文 就是他的好朋友 叫黃仙祝 叫白人叫條阿仙 他是賴清德政治路上 一路陪著他的 各位記得就是他上次 這個初選的時候 他跑去中央黨部登記的時候 有一位陪在他旁邊的那一位 那他就親自去唸了 那一個點住 就代表他對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視 那剛剛提到這個阿扁 阿扁也很閒 阿扁的這個總部啊 在社的時候看時間 而且他在二零零四連任的時候 他竟然在拜的時候 他包括他呂秀蓮 尤錫坤 蘇貞昌 我記得說五五將 那時候就跪下去 他是以泰林是總統 就跪下去 然後呢就起 那誰讓他跪下去 就有一位叫王老師 在旁邊唸這個文章 我們叫蘇文 就是這東西 然後練 然後他們跪下去 而且總部的前後門要打通 然後他說 蓋來幹一臺 然後他們的競選辦公室的桌子下面 競選主要辦公室下面都貼了紅紙 那當然 祈福啦 祈福 那你說這些有沒有用 信的人就有用 但一出來不能講 二零零四內仗 對 平良心獎 因為從開始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時候聯宋一合 開始的時候 阿扁跟聯宋一合的那個民調 天差地比 對 但打到最後贏兩萬票 對 你不管講過程後來發生什麼什麼子彈 都不管 但最後看起來 內仗確實是驚刀害浪贏的 沒有錯 所以就是後來大家就在想說 哇 當時是不是有做了什麼樣的 這個特別的儀式 那另外在我們嘉義 嘉義的義主 就是那個東石布袋 再往下一個地方叫義主 有一個翁三雄 翁大師 他也很厲害 只要嘉義縣要選舉的人 都要去找他 都去找他 那這次像這個翁張良縣長 要連任的時候 他請了十八鄉鎮的大廟的神明 全部進駐總統 有人選舉啊 總部一進去全部都是神明 是喔 對 那有些人很信這個 譬如說像嘉義這個翁張良 他是把十八鄉鎮的神明 全部請來 那我上次問說 為什麼要請來 為什麼要請來 後來人家跟我說 第一個當然就是他在保佑嘛 第二個就是 你你這個神明都已經來了 來了你當然要幫 第二個票開得不好 你就撈開了嘛 就是說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 那個等於是也告訴那個鄉鎮的人 對 你那個神都來幫忙 你如果不來幫忙 要開出來不漂亮 就是要給神明落鬼 但有一些選議員的人 也會把他在地的這個神尊 就是去請過來 然後放在總部 這個我們去浮選 常常看到 你一進去就看到好多神明 他們這樣 那這一個 這個我剛講 這個翁大師 包括陳明文 包括陳水扁 蔡英文 翁張良 只要選舉都一定要去找他 那他當然會給你一些開示 那政治人物相信這些東西 很正常 因為有罵有罵味 當然啊 沒有罵罵就對了 那像蔡英文就 我們很少看到蔡總統 在跟這些神明 就有很多的這種故事啦 那大家就不要記得是白沙屯 那但是最常常去拜廟的 從現在看起來就是陳水扁 陳水扁是逢廟必拜 而且他上次還有一個活動叫 眾行喉臺灣 為了加入聯合國 眾行喉臺灣 就是所有的宮廟通通跑去拜 那對他來說 拜宮廟 因為有廟口 那就會有村莊 當地的民眾都會來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對 因為剛講一直來強調廟口 你知道在以前像現在 因為科技非常發達 那年輕人你說抖音短影音這些 可是在以前 我們在每次選舉 講那個洪尚陶 對 調阿咖洪尚陶 一定在廟口 一定在廟口 你只要在廟口 你能夠掌握那個地方 他以前的廟口 大概就算政經中心吧 在地方 你要掌握那個地方 那他就算能夠掌握很多的 包括各地方的資訊 或什麼 聖獲人 剛講連神都請來了 你能不來幫忙嗎 OK 所以你不能講 拜拜這件事情 對很多的贈助來 我相信對一般民眾也是 五百五百幣 那是一個信仰 當你覺得說 有神明加持的時候 那你就會覺得多一股力量 所以在選戰的過程 這勢必非常非常重要 將軍 你桃園有什麼大廟 也是大家回去拜託 桃園區的大廟 對 景福宮 景福宮 對 那個應該是 清乾隆年間就在了 超過三百年 這個是老廟 老廟 那這個廟 每年的除夕晚上 大概所有的明代都會到 對 就是除夕要跨到初一的那一天 幾乎明代都會到 十二點鐘 對 那個主要是民眾都會去嘛 所以民意代表 只要是有民眾的地方 民意代表就要出現 因為民眾會說 你看這個人選完就不見了 這個人選完就不見了 一點都到了 那也是神明的監督啊 我們監督市府啊 神明監督我明代有沒有用心啊 對 所以但是拜拜有撇步了 我剛開始 因為我以前是軍人軍人指敗關公廟 對指敗關公廟 我為什麼相信關公 我跟關公這個 這還有一段很玄的故事 我以前在國防部是管精進案裁軍的 你知道那時候白天進國防部 出來的時候只剩月亮 所以我大概有將近一年沒曬到太陽 所以就覺得肩頸痠痛 總覺得不舒服 你知道每天要扭腰甩肩的 他有一次 我就到桃園的虎頭山 有一個山順公關公廟 上去的時候就有一個 有一個老師牽了一隻狗 黃金獵犬 看到我之後我要去玩那個狗 那個狗就往後說說說 好像見到鬼一樣 我說你這狗有什麼怕我 你不要碰他 你不要碰他 他說你你上山去拜一拜 把你心中的事跟 跟武聖關公講 跟關帝神經講 我說我心中沒事啊 當軍人慘盪盪 他你一定有事 你一定有事 我說為什麼有事 他說因為 有一個人坐在你的脖子上 這樣指著你嘛 我說是誰 他說是像軍人 應該是將軍 我說知道我媽幹什麼 不知道 那只有你做的事 你自己知道 我就到山上去 我就跟關公講 我說我也是上校啊 我說我沒有做壞事啊 我說裁這些軍 把這些將軍的缺都裁光了 對我講沒有好處嘛 說不定哪邊 裁到你的缺 裁到我自己我也生不了 當軍人就是奉命行事 上面長官叫我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我說請如果有人不諒解 請這個關聖帝君主公道 就拜一拜 然後出來的時候 那個妙珠就拿一瓶水給我 他說哎 這個水往上灑一灑弄一弄 出去洗個手 我說這樣有什麼好處 你這樣做就對了 我出來之後哇 心神氣爽 脖子也不痠了 腰也不痛了 下來的時候遇到這個 老師籤的那個小狗啊 那個小狗就直接鋪上我 黃金烈犬很熱情嘛 就跟我玩成一片 我這時候全身的冷汗冒下來 人可以騙人 那狗不會騙人吧 對他說因為啊 你剛才身上坐的一個 那狗會怕 現在你沒了 不舒服 不舒服全 我說沒有全身舒服了 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我定期就去關聖帝君報到 OK 那不叫懺悔 那可以檢查一下 我身上有沒有問題 那另外我講 拜這個廟是有祕訣的 從當軍人到當當明代 是有不一樣的 但是唯一有一點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當主官 或者當民意代表 有權的人 不能求自己好 不能求自己好 不能說哎呀 這個這個上帝啊 或者是這個不行嗎 不能求自己好 可是每一個去不都講說 希望讓我當選 讓票偷給我 對 我不相信去的人會說 拜託拜託 把票給那個人 一定不會吧 那個說你動算是旁邊陪你一起拜的 旁邊人可以講 旁邊陪伴 這是余北辰議員來 希望他服務民眾能夠高票當選 他講你不要自己講 OK 你自己心裡是求什麼 你知道桃園市民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一切好 我當個民意代表 一定會監督市府 給人民最好的 你就講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說 我一定高票當選 要給我很多的票 我要多少票 衝第一高票 你就完了 等一下 教軍 對 葉元之 你老實說 你到廟是不是說 我都是說 拜託讓我高票當選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他一定會這樣講 葉元之是跟我們不同元素做成 所以你不能用正常的方式來講他 OK 你正好也是 沒有我都講生理健康 事業順利 一樣啊 事業順利他就可以了解 搞不好當選不代表事業順利 後來這個廟公跟我講 廟公跟我講 他說政治人物也好 有權利的人也好 要讓所有的民眾 你身邊的人好 對 你不要求自己好 你讓你身邊人都好 身邊人都發財 身邊人都賺錢 身邊人都健康 這就回向到你身上 那先求一下李正浩事業順利 李正浩一直很順利 希望他更順利 希望李正浩更順利 希望李正浩更順利 對李正浩日日順利 年年順利 可以發大財 我幫他講對不對 那桃園的大廟 我告訴你 為什麼桃園大廟是變成信仰中心 他的主神是開張聖皇 他是清乾隆年間 可是當時沒有那麼頂盛 後來到了咸豐年間 桃園大旱 大旱 一場球雨 哇天降甘霖 從此之後 他變成非常禮宴的一個廟 變成桃園信仰中心 那他的和四的 等於說副神 就是四神 這個叫做玄壇元帥 這個元帥就是武財神 這個元帥就是武財神 這個玄壇元帥過年 除夕期間 在他前面拜的那個民眾 大排長龍 對大排長龍 我也很想去拜 等到我哪天不當議員 我就去拜 當議員的話 我只是經過 見到財神 我還是說國泰民安 人民平安 另外我告訴大家 桃園有一個很有趣的廟 叫做虎頭山 他是忠烈池加上 日本的神社文化園區 對非常奇怪哦 忠烈池跟神社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那這個神社目前 是全日本境外 除了日本以外 境外保存最良好的神社 你到日本的神社 看到的東西這邊都有 所以很多人說 一秒到日本就在這裡 可是可貴的是 他裡面的忠烈池 供奉的是誰 秋逢甲 秋逢甲 抗日的 專門抗日的 那這個 這個外面是虎頭山 是日本的神社 所以我講嘛 這個神社 在今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因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所以台灣跟日本綁在一起了 所以連神明都和解了 對連神明都和解 所以進去跟日本神明 祈福的時候 也會順便進忠烈池 跟我們維護國家安全的先烈 置個境 就告訴你現在 我們不再是敵人了 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大家一起努力 正好 你有什麼信仰嗎 你本身 沒有 你去拜廟嗎 我 我還是你的信仰 就是那個網路 網路世界 因為拜廟我不會固定去拜廟 可是 因為我在中和待很久 然後中和也選舉 對不對 所以中和有兩間廟 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因為杭羅爹 另外一個就是廣濟公 土地公叫大廟 跟那個桃園大廟 就是說一個地方 信仰中心通常都會被地方人 叫大廟大廟 那我在選舉的過程中 或是我們平常在中和 杭羅爹跟廣濟公 是完全不同類型的 杭羅爹當時拜這個土地公 那土地公就拜發財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 而且杭羅爹很特殊 晚上很多很多人都去拜 對啊 然後做夜生活的 做八道行業 都會去拜杭羅爹 那做保險的 做金融的 也會去拜杭羅爹 可是對選舉的人來說 杭羅爹跟廣濟公 就完全不同概念 因為去杭羅爹拜票 比如說候選人去拜票 拜半天 你可能拜到外地人 因為很多外地人 對 尤其是你假日的時候去拜 你可能十個 可能五個是外地人 可是廣濟公就百分之百 是在地人 就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可是問題是 你杭羅爹也不能不去啊 可是每次去杭羅爹拜 拜廟都很痛苦 爬樓梯啊 杭羅爹最有名是 爬樓梯要爬到那個啊 你身體不好 不是 你拜個廟 後選人每個行程都很趕嘛 我根本就半個小時 我關爬樓梯又爬半個小時了 後面沒有山路可以開車上去嗎 這就是重點 後來就發現窮則變變則通 想辦法跟廟方混熟之後 就發現後面有山路可以開上去 開上去之後發現 唉唷已經少一半了喔 他會這樣上去 然後他爬爬爬爬 後面有山路可以開上去 開到後面有個小停車場 再轉去就是少一半 後來混更熟之後發現 因為我就覺得奇惡 裡面一堆阿伯啊 他怎麼可能把山路啊 就在那邊掃爬爬 他不可能每次這樣爬 他後來跟我講 其實後面有電梯 混更熟就有電梯可以坐 那就快多了 那就快多了 所以廟就是這樣子嘛 廟就是很多美感好不好 不要以為你的反 所以一開始拆皮疤嘛 然後從前面這樣爬 那是晨熙啊 爬上去 不是後選時間很趕嘛 一個嘎一個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有電梯 那大廟廣濟工呢 廣濟工我就從小玩到大 因為就在我家旁邊 然後廣濟工後面學校 一個是南山國中 一個張和國中 我就南山國中畢業了 那邊有從小玩到大 還有信仰中心 可是問題很麻煩 因為廟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政治 有廟的地方就有財產 就有廟產 所以每一次呢 那邊在選的時候呢 就選這個這個 廟和委員主委 或董事長他們叫董事長的時候 就很麻煩 而且有各大派 因為中和有家族 各家族就趕進去 那中和家族趕進去選上之後呢 其他家族你可以去拜 他可能人也會來 可是他的人不會把你動嘛 因為為什麼要拜廟 其實坦白講廟都空氣票啦 為什麼大家都要拜廟 因為廟是種子頭嘛 廟下面有這個信徒代表嘛 信徒代表下面有信徒嘛 然後每次平安夜一百桌兩百桌嘛 幾千人嘛 廟對於候選人來說 重要就是他是種子頭嘛 他就跟社區發展協會 跟里長一樣 可是廣濟公司像那種 其實應該大廟 桃園大廟是一樣 就是說余將軍去拜可以 你叫大廟幫你動人看看 哦 李都不理你嗎 不會動不會動 他自動會來人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今天要選舉 拜託你幫我call人 你幫我開一千票 李都不理你嘛 總和一樣 各大廟口也是 像一樣啊 林淨營去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媽祖啊 不可能理你嘛 對不對 他們去嚴家廟 不可能理你嘛 對不對 所以我去廣濟公 再怎麼拜 就是沒票 因為他背後就是 不要說我 因為不同家族 跟他進去 這個家族拿到之後 其他家族也是五十年 一百年都 也不會給你票嘛 所以說其實廟 大家都剛剛講 新陳哲林 新陳哲林 可是因為久了就有人 有人就江湖 有江湖就有利益 有利益就有政治 所以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在看這個東西 對於廟來說 其實沒有表面上那麼像 他背後水很深 所以反過來說 剛剛聊賴清德去拜廟的時候 他說不要去大廟 對 他去春廟 為什麼去春廟 第一個相對水沒這麼深嘛 沒有這麼複雜 沒有這麼複雜嘛 第二件事情 春廟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一個總統級的去春廟 對他來說 天大地大大事 甚至賴清德去 我看到很多匾友 也一起過去嘛 對於這個廟來說 這也會當總統的 所以他們 有時候如果是春廟的話 那個面子 又超過於利益的時候 那個春廟對於當地的動員 就相對比較有效果 所以你剛才講到說 廟這些某種程度 其實廟對一個政治人來講 他另外一種行銷的方式 是 他到那個地方去盤子 講白一點就是盤子 我跟你的信仰 都尬在一起了 然後你會感受到 他是另外一種的 行銷的一個方式 可是對現在的政治來講 年輕人或什麼 他的 好了講白一點 網路抖音這些 他們現在的一個行銷模式 這個你最熟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像抖音 對所有這些人 在政治行銷 對現在的政治人物 他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回過頭來說 廟是 其實廟是選舉一緩 原本講說 其實這樣子好了 比如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來說 我今天要開始選舉 嗯 你去找人多的地方 很慘吧 你只能站路口 捷運站 掃市場沒有 你沒有組織的人 只能這樣搞 可是你有組織的人 就知道人在哪 種子頭一拉 廟就是種子頭 我去那邊 然後廟 因為假設賴清德去春廟 哇 從來都沒有這麼多 這麼大咖的人來說 春廟到老狼 老狼不能丟臉吧 好那麼幾百個人在廟口 賴清德去講話 那這幾百個人 每一個人又老婆親戚小孩朋友 可能就突然說一千人 所以這就是一個妙的重要性嘛 可是一樣喔 現在這個民進黨 現在一直在思考 或是國民黨政治人物 一直在思考 網路上到底要怎麼去經營 其實我常跟那些政治人物 講說你不要想那麼複雜嘛 你就想你平常在現實生活怎麼拜票 網路就怎麼拜票 比如說我講一個謬誤 就是說很多 尤其是總統級的政治人物 在評估網路邀約的時候 網路邀約說 這個人過去的意識形態是怎麼樣 那這個人在這個社會上的形象怎麼樣 那他的TA 他的族群是什麼一不一樣 符合了我才去上他的節目嘛 很多人都這樣 這樣對不對 不過我記得我選完後 他有跟賴清德碰過一次面 我就問他一件事說 你拜票的時候是藍的 你拜不拜 當然拜啊 會不會去更多次 會嘛 那你幹嘛評估這個人意識形態是什麼 可是網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 他評估意識形態 我覺得他們這些人的思維 那個是傳統思維用在網路上面 他的傳統思維 那網路更不一樣的是 像譬如你在網路上面 直接訪問人的時候 旁邊噼哩啪全部出來的那些 然後打上去的 他的受眾族群 很受傷嘛對不對 他很受傷 他就在那邊罵他罵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有很多 政治人物 尤其是大咖那些政府看到 你這樣罵得也太直接了吧 你被含蓄一點 對他們來說 這個是心裡要掛罵得過去啊 所以我今天補一個例子嘛 許智傑嘛 許智傑嘛 許智傑在鳳三吧 他親口跟我講的嘛 他很得意嘛 他說他選去很多眷村嘛 他第一次選去就被罵 去就被罵 去一次被罵 去兩次被罵 去三次被罵 去四次慢慢不罵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不罵 投票還是不投給你 第二屆不罵了 開始服務了 開始覺得做得不錯了 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 第二屆開始投給你 第三屆還沒去就拜託你來了 你在現實生活可以被罵 你網路上怎麼樣 留個研究玻璃心喔 是怎樣 不對嘛 就是我其實在跟鄭總武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第一個 因為網路演算法關係 我們叫同溫層 我這個人走什麼路線 就一群同溫層 那余將軍走什麼路線 就一個同溫層 一人就走什麼路線 就一個同溫層 那個同溫層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部落 就是網路線都部落化 或是聚落化 那如果部落化就很單純喔 你只要拜票的時候很簡單 你要先選一千人的聚落 還是十萬人的聚落 比如我的浩世之土 七萬到十萬 最後總點閱 就為個十萬人的聚落 就擺在這邊嘛 另外一個可能走小清新 什麼什麼之類高知識分子 每次出來一萬點閱 請問你拜票先拜十萬人的禮 還是拜一萬人的禮 想也知道 當然先拜十萬人的嘛 可是這十萬人對我不友善 為什麼你以前選立委的時候 當民意代表的時候 敢總進眷村 而且你的觀念還是 既然是眷村 既然對我不友善 我就要去一百次 我反而百變區 不用去那麼多次 在網路上就說 這些人要罵我 所以我可能很丟臉 然後留言可能對我不友善 不然我們先去友善啦 就好了 這同樣的觀念 其實沒有想通嘛 那至於後面講抖音 YouTube Trade Facebook 那都只是平台而已 這也是平台背後累積的能量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 我一直在跟一些 尤其是總統級或市長級的幕僚 在溝通的概念 就是說很多人都做行程評估 我們把所有頻道都列出來 我問很簡單 艾麗莎莎從出生就科粉 嗯 不是吧 柯文哲一直跟艾麗莎互動嘛 互動久 艾麗莎那一百萬人就變科粉了嘛 欸 所以現在人就想法說 比如現在柯文 那柯文哲艾麗莎變科粉嘛 所以呢賴清德跟這個所謂的 侯友宜就是國民黨的可能 那艾麗莎不要經營了 那一百萬人的票你敢不去 你選舉敢跳過彰化線 一百萬人等於彰化線呢 你選舉敢跳過彰化線嗎 說因為彰化線 現場不聽我們說跳過 不可能嘛 你互動久了 就是你的嘛 最少不會討厭你 所以我覺得這網路上 觀念要調整 OK